荒郊野外 男人看到了一抹春色 不仅没被抓去见官 还娶到了一个美娇娘 可当新媳妇出来面课时 亲戚们却大惊失色 集体面露恐惧纷纷夺门而逃 这一切 只是因为这个年轻的新娘子 已经死了二十年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荒郊的野坟地里 一只黑猫匆匆跳过一个棺材 不久后棺材盖被掀开 伴随着乌鸦的提叫 一个女鬼立了起来 电闪雷鸣中她的脸色绿成一道光 一看就是有巨大的冤情 镜头一转移到白天 同样是荒山野脸 书生正带着仆人 风尘仆仆的感觉 两人看到和边正站着一个女人 主仆二人以为对方要跳河 好心地跑过去劝解 仆人看出女人的诡异 这女的可能是找替死鬼的水鬼 这话一落音 俩人越看女人越诡异 忙不溜溜溜了 日落西山夜幕降临 一主一仆看到前面有一处宅院 便跑过去借宿 到了半夜 书生怎么也睡不着 她开始在院子里冬走西逛 一不小心就那么闯进了一间闺房 书生躲在屏风后瞟了一眼 只见床上有一个裹着的女人 真是罪过 书生下意识想开溜 却被女人逮个挣着 好心收留你你却一通乱跑 老娘还是个黄花闺女 你看了就想跑 天下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 书生看似为男时则惊喜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们两个就结婚吧 女人一听还像个话 低头娇羞一笑表示同意 没过多久 书生就敲锣打鼓地把人娶进门 亲戚们非常疑惑着哪里来的新媳妇 书生的大叔作答 大户人家的闺女不就是 大门不出二门不卖的吗 这么说也有几分道理 唐都败了 那新媳妇总要出来见见亲戚们 亲戚们坐满一堂 都想看看这个新媳妇长什么样 这个新娘子梳妆打扮好 婷婷玉丽地站在客厅中 亲戚却门大惊失色 都找借口溜了 书生刚一出来 就见亲戚们都跟脚底抹油似的 非常不解问妻子是不是慢待他们了 女人不做回答脸上浮现院毒的神色 这么一闹 书生肯定要去亲戚家赔罪 谁知二婶不仅不介意 还说大家都不说很正常多处处就好了 说把招呼仆人拿来件袍子 说是连夜请裁缝帮书生赶制的 袍子被抖开 只见内衬上绣着一个钟馗 书生没察觉出一场毫无疑虑地将袍子穿好 向二叔二婶告了词 晚上他正为科具考试夜读 只见妻子端着茶点踏进书房 他打量了下书生全身 脸色忽然垮了下来 放下茶点转身就走 书生十分不解 追上去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女人让他停住脚步 说他们夫妻间的缘分恐怕完了 书生更是不解 走过去抱住妻子对他许下偕老之事 就在此时他背后出现一阵红烟 红烟幻化成钟馗的模样 女人抱住书生 魂魄脱离了肉体 显出真身和钟馗斗法 可没两招就败下阵来 他回到肉体里转身就开跑 还让书生脱掉袍子 书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慌乱 但还是按他说的做了 袍子被扔在地上 女人拿出一只蜡烛 扔在了衣服上 钟馗也被烧没了 女人顿时松了口气 书生看到被燃烧的袍子里冒出浓烟 还以为是他妈生气了 于是想带着妻子去给老妈上坟 谁知女人说他最怕看到坟墓 书生也表示理解 就带着仆人去了 第二天两人在上香时 一个倒是经过坟前 他定睛看了看书生 忽然说他硬堂发挥人中肤浅 像是被鬼迷了 书生一听这还得了 就跟着道士去了他家 只见道士招呼女儿拿来一张画像 书生很诧异 这不是我妻子阿奴的画像吗 道士解惑不错那你知道不 画上的女人本名叫冯爱娇 早在二十年前就死了 而且是惨死先被杀后被侮辱 死前一丝不挂 这意思很明白了 不就是说他的妻子是鬼吗 书生当然不相信 于是道士提出帮他去捉鬼 他带着书生来到冯爱娇坟前 用灵符引出四个鬼差去捉鬼 谁知冯爱娇道横高深 鬼差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三两下就被他顺利逃脱 道士看着女鬼难以搞定 就教了书生两个驱鬼办法 一是用道士教的驱鬼咒术 二是用他自己的血去喷女鬼 书生半信半疑地回到家 想到道士说的女鬼睡觉前 会保持死前的样子 于是问了妻子两个问题 这个男人看着玉体横沉的妻子 安多 你睡觉 为什么不喜欢穿衣服呢 谁知阿努反问那你为什么喜欢朝天睡呢 都是人的习惯罢了 书生又问 那之前你一个孤身女子 怎么独自住在荒郊野外 阿努回答 就因为我没爹没娘 我才怕住在人多的地方被欺负啊 这么说也有道理 说吧阿努也疑惑他怎么突然说起这些事 书生回答因为有个道士说你是鬼 阿努听后哈哈大笑一番 随即陷入沉思 第二天书生上街 遇到了自己的大叔 顺嘴提了之前遇到道士的事 大叔一听脸色又不对了 当初就是他们三兄弟为了钱财 二叔看冯爱娇真的是来报仇的 这人就不能有好奇心 大叔为了得到验证 半夜打着灯笼去了冯爱娇坟前 就这么被飘来飘去的女鬼 吓得心机耿死一命呜呼了 二叔三叔看大叔死在野坟场 也明白了是冯爱娇的复仇 二叔完美继承家族的作死基因 也半夜去了坟场 谁知道女鬼本尊没看到 却被冒出来的骷髅投下他了 好在三叔带着人及时赶到 才救了他一命 三叔叫人把二叔抬回去 自己则挖起了冯爱娇的坟 火不其然棺材和士首都不翼而飞了 既然坟场没有 那就去家里捉人 三叔又带着人 浩浩荡荡去了书生家里 见书生不在家 直接将阿奴五花大绑 带去了火场 仆人一看这还了得 连忙去通知书生 书生心说 我就不在家一小会儿 家就被抄一轮了 于是急忙赶去火场 阿奴正被绑在高高的柴火上 周围还有一群吃瓜群众 他们都被三叔洗脑了 都认为阿奴是鬼 正在点火时书生终于赶到了 他还是不相信妻子是女鬼 族长没有火眼金金也无法抉择 既然不知道怎么办 那就请二郎神显灵指教 于是众人纷纷跪下祷告 二郎神还真的出现了 不过他也只留了一句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话虽然没头没脑 但是也表明不关冯爱娇什么事 冯爱娇因此得救 此事过后夫妻俩越来越恩爱 可恶人们的恶梦还未终止 二叔被之前那么一想 近乎吃傻 看到冯爱娇来向自己索命 行为举止顿时疯疯癫癫 冯爱娇附在他身上 将他们之前的恶行借他的口说出 接着在众人的求饶中 以头撞住 三叔看到这一幕内心也一阵胆寒 就在这时 察觉出妻子不在家的书生 也在箱子里翻出了女鬼的衣物 他胆战心惊地度过一夜 等到天亮就忙不迭去找到死了 然而倒是此时并不在家 毫无办法他只得领了几张符纸 晚上三叔为了以防女鬼索命 不仅关好了门窗 还找了一群年轻力壮的汉子守着自己 可慢慢他开始变得神志不清 恍惚中他听到一阵召唤 魂魄静无意识地从肉体中拖出 被阿奴收进了扇子里 解决了恶人之后 阿奴回到家中 只见家里已经被书生贴满符纸 他打起了感情牌 说自己对书生一片真心 要他不要听信外人的谗言 书生心头一软 正想给他开门却忽然清醒 说完女鬼脸色一变变回了原形 书生健壮 按照道士之前说的 向女鬼喷了一口自己的血 一阵凄厉地叫声过后 女鬼又变成了阿奴 阿奴说他虽然是冤鬼 可从未害过书生 书生怎么能帮着外人来害他呢 这一番肺腑之言 说得书生心头一软 于是听从了阿奴的话 帮他烧掉了扇子 就在此时 远处的三叔也感觉到了难以忍受的巨头 在折磨中渐渐死去 阿奴也终于大仇得报 故事到这里 本来应该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可倒是回来了 他带着追魂索命的铃铛 将阿奴追赶了一路 一直追到荒岭的宅子中 才把爱骄的鬼魂收走 此时真正的封阿奴醒来 带着爱骄鬼魂记忆的他 依稀记得自己嫁给了书生 这是邵氏于1972年拍的 一部奇幻悬疑电影 看完之后我只想说 虽然夜路走多了容易遇到鬼 但是做恶事的人 走夜路更容易碰到鬼 举头三尺有神明 善恶必定有报有偿